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不少人靠着做瑜伽来疏压或者是运动 不过在台中市有一位26岁的女性 一个多月前上完了瑜伽课之后 就出现了腰部严重疼痛 隔天甚至无法下床 而在就医后就发现了自己的椎签盘突出 整个椎签盘的软骨都碎掉了 医师怀疑可能是在做高难度的瑜伽动作时 脊椎受到了严重压迫 就是这个抓脚反折的动作 让陈小姐的椎签盘碎裂突出 根本无法走路 它整个脊椎压力都会变大 过度弯曲脊椎压力会变大 屁股那边开始会有痛 然后到脚底板会有那种挣扎 可能挣扎或是麻的那种痛 我那时候有崩溃的哭 因为真是太痛了 然后我那时候唯一想到 应该就是瑜伽的那个动作 因为经常腰酸腰痛 陈小姐报名上瑜伽课 一周去两次 没想到一个多月前 跟着老师做了几个动作后 就出状况 医师说 其实瑜伽有很多扭转的动作 都是对脊椎造成非常大的压迫 第四 第五 腰椎筋盘巨大突出 这个突出的地方 已经压迫神经 大概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了 本来是在这边 我们过度弯曲的时候 它是这样压迫 这个力量往后挤 造成是后面突出来 整个背和脚直立 只靠颈椎和脊椎支撑地面 危险 或是单脚弯曲 扭转九十柱侧身 危险 还有这个 整个人几乎快一百八十度 贴到脚 更是危险 也是表示 瑜伽是非常好的运动 但是很多都要慢慢做 特别是有脊椎病变的人 要避免做这样的瑜伽动作 如果你做弯曲动作太大的时候 它对脊椎受力变大 腰椎过度的弯曲 应该是说 这个动作对一般人讲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有脊椎病变的病人 这个动作最少要避免 病患 陈小姐原本以为自己 可能会弹瘫 崩溃大哭 现在能够正常下床走路 透过微创手术 取出压碎的椎间盘 现在已经能够回去上班工作 不过少了一块椎间盘子缓冲 她往后的人生 可得格外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腰 记者 侯兄来世杰 台中报道